信义区长吴小慧 中山区长徐亚文 跟仁爱区里长联谊会会长林罗清梅 表演热闹的打鼓 画面中是市府民政处规划的信义区 七堵区和暖暖区的G.O.领长表扬活动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 表扬三区共129位G.O.领长热心奉献 议长佟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跟多位议员也都上台感谢领长的辛劳 其中市长谢国良特别提到 市府正积极规划明年的领长自强活动 他比喻就像今年的年终演唱会一样 内容一定会让大家满意 因为我也是在选举的期间 听了很多长辈给我意见 觉得一年一度的办法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希望两年一度的要办得非常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 明年度请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领长出游 因为时间很快嘛 一年也过去了 最近我们这个年终晚会 有点热门 大家办得很热络 那卡斯也不错 我想比喻一下这个年终晚会 跟领长们来报告 我希望明年度的旅游 一定办得尽善尽美 让大家不安逸 这样大家说好不好 各位机游领长也都在我们做 当我们的基层兼兵 为我们基隆市 为我们个礼来服务 也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大家 对社会 对社区的付出跟贡献 我想我们市政府跟市议会 都非常重视我们的领长还有领长 那我们非常感谢大家 霍表扬的领长们也表示 能协助里长服务大家 心情相当快乐 其实平常生活里面就是 大家小时我都会帮他们解决 我最有成就就是 因为刚刚领长讲的 我前面有个公园 我觉得我把它雇到 就好像我家的公园一样 对啊 然后就是从以前 我还没当领长的时候 那领长也还没当领长的时候 我们那个公园是被人家讲那个 里面啊 邻居都讲说 好像废墟一样 那自从我当领长 然后领长也很愿意 配合我们就是把它整理得很干净 他平常的时候除了我们领长的一些 该有的职务以外 他也要照顾说他高龄 九十几岁的婆婆 一百零五岁的婆婆 对 而且他就是因为 在我们那个公园附近 他也有组织一些志工的朋友 帮我们清理公园 协助打扫 那在我里内的一些活动 他也每次都有参与这些协助的任务 对 我也很开心 因为我今年第四十五年的领长 新一区来讲我是第一个 你知道吗 还有就是说 我们市长也很好 我到市政的时候啊 市长有访问我 然后我有提供的意见 市长有做到 还有我们的道路啊 那个画黄线啊 他都做到了 谢谢市长 我们的黄万来领长呢 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领长 除了平日呢 帮我们宣达一些公共的事务之外 这些年来呢 他担任我们厨房工餐的主厨 非常的卖力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会推荐他的原因 当时啊 在家里没了啊 二天是多少做啦 一星期要做几天 一星期要做三天啊 做三天啊 像我们 我的大哥他们 他们就是在做关怀据点 然后就在做送餐啊 培养的这些东西 其实对于我们里内的独居老人的 长者的关心啊 服务啊 他都付出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才推荐他 来当我们的基优的领长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市议员和立委参选人 都到场献上祝福 我曾经听过一句话 里长就是市长的毛鞋 毛鞋 如果是毛鞋 是不会走的 这是我一个前辈 我家的一个老前辈跟我讲的 那同样这句话 我也要送给我们的领长 领就是立委的毛鞋 没有你们的帮忙 那我们市政的很多推动 我们政令的很多推行 都没有办法好好地去做好 所以在这边 感谢你们多年来的付出 沛翔如果有机会 明年进中央之后 就跟我们张耿辉张弦 张艺作一直在讲的一样 港公圈是不是可以 依照比例拿回来 与其说直接跟全国的所有立法委们 去炒如何去做才华法 倒不如说 针对基隆港 针对基隆关 我们基隆市 应该得拿多一点 而我们认为 要让基隆市能够彻底的翻转 要让基隆市市民不再觉得 自己是活在二等城市当中 为什么好东西都在双北 最好的方式就是来修改 财政收支划分法 这件事情已经有足足24年 没有被推动了 省之非常期待 有机会可以成为下一个阶段 所有我们基隆相亲的公仆 辅惠贵宾都到场 感谢领长们的付出 共同为基隆的进步 一起来努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